臺灣裝修老方便請教你幾個問題嗎 嗯 好啊 那請問一下你平常有在看 室內設計相關的影片或文章嗎 主要是網路上 都看哪方面的呢 就是看服具啊 系統貴啊 然後一些油漆啊這些東西 那你對於室內設計公司有什麼樣的印象嗎 就是通常會包工程吧 做一些設計的內容 那你自己如果在裝潢自己家 你會抓多少預算 可能要個120-150吧 大概多大的級數 大概30坪左右 30坪左右 那你自己會在乎自己家裡的氛圍嗎 居家氛圍 當然會啊 你喜歡什麼樣的功德 就是光線要明亮嘛 然後可能空間感要 就是要能夠看起來比較寬闊 那你會動手維修自己家裡需要修散的地方 會啊會啊會啊 就是大部分能夠自己處理 還是會自己處理 哪方面的修散會自己做 簡單的櫃子啊 然後燈具的修散或者是修改 例如說系統櫃可能做一些簡單的配置啊 這些我們都會自己做 那非常謝謝你這邊 謝謝 你平常會看室內設計的相關影片或文章嗎 我昨天才剛看M01的室內設計文章 是大概怎麼樣內容的呢 所以有一個人他要重新裝潢他的家 然後設計了一個無印良品的極簡風 然後我看了我也覺得蠻喜歡的 相對於室內設計公司的印象會是什麼 印象就蠻有質感有格調的吧 因為現在很多室內設計風都是走什麼極簡啊 或是強調收納啊 反而沒有一些很華麗的裝潢 所以我覺得都蠻有質感有格調的 那你如果你自己要裝潢自己的家裡 你通常會做到多少預算呢 自己喔大概七八十吧 那你自己會在乎你家裡家居的氛圍嗎 當然會啊 你喜歡什麼樣子的 比較喜歡北歐極簡風 就像剛才講無印良品那一種 那你自己會動手維修家裡需要修繩的地方嗎 會啊換燈泡啊或是馬桶水箱浮球啊 這些都可以自己處理 OK好 那我們就非常謝謝你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是台灣裝修了 我想可以耽誤你們幾分鐘時間嗎 想問問你們兩個 會不會就是看一些裝修啊 或是室內設計相關的文章或影片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我會特別去查 了解 平常如果家裡東西壞掉你們會自己修嗎 看什麼東西吧 看什麼東西 比如說如果燈壞掉啊 或者是說自己七油漆之類的 喔真的會啊 喔你會自己七油漆 只會七油漆而已 只會七油漆而已 那如果說水管壞掉啊 或是燈壞掉 你們會自己修嗎 就裝裝燈泡然後換換水龍頭 喔你蠻強的耶 這位先生呢 我最近是有自己換水龍頭 喔你有自己換水龍頭 喔那你們對室內設計公司的印象是什麼 他們都很會畫兔啦 只是價格好像都不便宜 價格都不便宜 那你對室內設計的預算是 你有一個range嗎 因為我自己是沒遇到 但是我常常聽人家好像都是 60到100萬 至少 喔OKOK 那這位先生呢 對於室內設計公司 我覺得他們就很專業吧 可是通常都買新房子的時候 或是真的家裡要整修的時候 才跟他們聯絡 喔所以如果未來你們家裡有要整修 你們會找室內設計師嗎 會 OKOK好謝謝喔 不打擾你們了 掰掰 那請問你幾個室內設計相關的問題 你平常你有在看室內設計相關影片或文章嗎 有 我會在Mobile01上面跟YouTube上面去找一些影片或是一些文章 那你對室內設計公司的印象是什麼 很貴 對 你自己如果要裝潢的話 你自己會知道多少預算 看房子大小 大概30坪裝潢抓個100出頭吧 100多萬這樣 對對對 那你會在乎自己家裡家居的一些氛圍嗎 當然非常在意 你喜歡什麼樣的Style 比較偏向那種 那你自己會動手維修 家裡需要修在的地方嗎 要看 自己修 如果是比較複雜 會想要找那種水電來修 那如果是有些 比如說你說換水龍頭之類的 可能就自己可以處理就自己處理 那我們可以要謝謝你 OK